大家好啊 刚才这不是聊了聊 我在北京啊 谁都认识啊 这也认识那也认识 然后有人说了 你认识人家 人家认识你吗 啊 你认识人民币 人民币认识你吗 啊 还有的说 你这个老跟着那个刀逼刀 为了点流量骗钱哈 啊 没关系啊 您随便 发表您的见解啊 咱这啊 我这个频道啊 虽然不像人家哈 啊 几十万的大咖哈 只有六万多人哈 来看啊 但是 这个我绝不会删除您的评论啊 除非您骂的太脏了 那没辙了 是吧 一般来说 我是尊重不同意见啊 您可以自由表达啊 这个 刚才啊 我也回听了一下我的节目 我刚才节目啊 这个线头太多 头绪太多 一下差没了 刚才我本来要说一下这个李瑞环的亲外甥 他儿子这个有特异功能啊 那小孩长得特别可爱 小的时候白白净净的 圆圆糊糊的 大眼睛 特别好看 那孩子现在也有三十来岁了吧 啊 没有三十 有二十多二十多 可能有二十五六岁吧 反正前年零九一九年 我回北京 还遇见他跟他妈了 在那溜弯还聊了几句啊 这个小男孩有一个什么特异功能呢 他呃 就是在 别人怀孕的时候 他能看出男女来 哎 因为他们家跟我们家就隔一个单元 那会儿我不是做粮油生意吗 所以呢 也经常跟邻居搭锅啊 聊啊 啊 加上我 我就不做生意 我也好聊啊 所以 有时候他妈也跟我聊会儿天什么的啊 他爸爸倒是有点端着 因为他爸不是我们的老街坊 就是李维桓这外甥 他爸老手里弄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手串 是吧 反正我没弄过的东西啊 手串吧 老是手里那么 转着圈那么弄 我不知道那个 有个词叫盘 是不是盘呀 就是他弄那个 他爸长的大个儿 呃 腰板特别直流啊 不知道是不是当过兵还是怎么回事 腰板特直流 反正穿的吧 呃 就只能说干净 但是也谈不上多高档啊 然后那会儿他们家开的车也不是什么好车 当然我说这话是从一九九几年到二零零几年啊 呃 零六年我就搬走了 就是一个普通的桑塔纳 枣红色的 但是人家那车呀 刷的洗的特干净 然后呢 有时候夹个包啊 那会儿那小包什么那个鳄鱼的啊 我有那么一个包啊 他就老夹着出去 这个 他这儿子挺神的 就是谁要怀了孕 他知道你怀的是男孩女孩 哎 而且他这个灵验了好几次 有一次是他们家的一个论辈吧 算他表姐怀孕了 然后呢 他们家就是说让他给看看 结果他说 说怀的男孩女孩啊 她说女孩 啊 说他有小鸡鸡吗 就是说那个怀的那小孩 说没有 说他那小鸡鸡呢 说长在我身上了啊 好几次 后来那会儿呢 正好我爱人也怀孕了 就是怀我们家的儿子 就是当时那个 就是他妈也是开玩笑 说让我们这个孩子啊 就说他那小名 说他让他给你看看 结果一看 说男孩女孩啊 男孩 还真的挺神的 那是说是男孩啊 结果后来生出来还真是男孩 就是医院啊 中国的医院不让告诉你 是怀的男孩女孩 因为中国不是有点性别歧视吗 把很多女孩不都做流产的做了吗 所以现在中国不是说有几千万光棍吗 就是女孩少吗 确实确实 我儿子小的时候女孩大概男女比例在北京 我感觉是五比三 就是每生出来五个男孩 相对应的只有三个女孩 大概是这个比例 或者说叫一百比六十 那有外地 那有很多偏远的地方 农村什么的 那就更严重了 我听说男女比例最不协调的是重庆 就是男孩生的最多 女孩更少 现在这不是也有一些人 也有一些资讯不是出来了吗 就是这个 现在女孩吃香了 是吧 你农村 你要是都在外边打工 年轻的啊 过年时候回去 相亲 一个女孩 有二三十个 甚至更多的男孩 来跟这一个女孩相亲 排着队 那女孩现在水涨船高 而且还谈条件 你们家在城里买面买房 能出多少这个彩礼钱 这个还是长相 挑长相 挑个 各方面挑 现在是这个情况 这个小孩他有这才能 当时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那会儿我们家是在那个协和医院生的 在协和医院之前不是做运检吗 做了几次运检 有个老专家 一个老太太 那会儿做完之后我也没问他 他还说 你们家这个像是女孩 说我们家这像女孩啊 还有我大婶 我爸爸的大弟弟 那个我那大婶 那会儿那个他们家是两个女孩 那个那会儿那个我那大堂妹啊 也怀孕了 后来比我们家晚了可能四十天还是多少天 一个来月 他们家也生了 也生了个男孩啊 那会儿我那大婶也说我爱人怀的是女孩 说像从背后看 从背后看 但是人家说是从侧面看 是吧 说是侧面啊 说这个要怀的女孩呢 说这个腰就粗 说是腰粗啊 就是从背后能看出来就是孕妇的 可能是女孩的可能性大 要从背后看不出来 好像是男孩的可能性大 还有的说是男孩一般比预产期提前一点出生 女孩晚一点出生 这个早或晚一般来说是一两天的时间 后来果不其然我们家是提前了一天比预产期 还特别巧 就我这个坎啊 我这坎大山到哪都能交着朋友 你说多巧啊 我还记得那天啊 就也是在那生孩子 就有一个姓靴的 哎 结果就聊上了 他老婆也在那要生 我老婆生的快 我们家先生的 我老婆是上午10点10分左右就生了 就是近着产房一个小时就生了 然后他老婆是11点11分生的 结果这一聊 这姓靴的 他和我的小学同学 我们班班长 就是他爸是那个军事博物馆 军博的那个那个那个政委 也是个少将 是跟他是大学同学 都是北宫大的 后来他到纺织设计院 在那个水锥子还是叫什么 叫什么 什么敬礼 我想想 严敬礼 这个朝阳门外 就朝阳北路这一块吧 东巴里庄 那边不是好多那个国眠一二三厂吗 他是纺织研究院 是纺织设计院 在那上班 这姓靴的 还特别逗 那天那个 这姓靴的他老婆的家庭 还有我们各自的家庭 包括这生下的这孩子的性别 孩子的身高 身长啊 孩子的重量啊 还包括这个老婆家里边 有几个兄弟姐妹都一模一样 跟这姓靴的我们两家一聊 五六个共同点 围绕着老婆和孩子啊 还加上我们有共同的同学 所以那天跟他还聊的挺好 还留电话啊 除了他还有一哥们 这个特别巧 这个我们家不是06年搬到旺京了吗 搬到旺京了呢 我儿子上的是 本来我们可以上白家庄小学 那个算画片 但是我们觉得白家庄小学不好 实际上白家庄小学在旺京市分校 他的总校就在白家庄 就朝阳医院后边 那个总校还是我的客户 啊 然后管食堂那个老太太 也叫老师吧 就白老师啊 原来还要过我的货 也姓白 跟白家庄啊 巧合 然后我们觉得学校不好 我们就去了附近的那个叫 呃 这个首师大 富小 首都师范大学 附属实验小学 然后头一天去报道 我跟我爱人 我们两口子一块送我们家的儿子 结果呢 那天没人理我 结果到第二天 第二天呢 我没去 那会我送货嘛 做买卖 就我爱人一个人送的孩子 送完孩子来了一个男的来搭讪 跟我爱人搭讪 说看见我眼熟 然后呢 还说 说那个 那个那个 你们家是不是在那哪生的 协和医院生的 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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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一聊 这哥们呢 他是北京人 上边一哥 下边一妹 那哥哥也是很多年前 就移民到美国去了 他也做生意 跟美国做生意 做的挺大 啊 他也住旺京啊 原来他当然住在光明楼啊 住在城里啊 他住在很多地方啊 然后呢 对 他们家还跟那谁 他妈原来是北京 后来文化大革命下放 后来文革期间给他爸 给他妈下放到 大连一个单位 啊 染汁系统吧 也跟纺织有关系 他爸在北京 光华木材厂 就有一个美国人 叫杨枣 知道吗 杨枣的儿子杨和平 也是跟共产党走的美国人 后来他妈 不是在那个哪 在那个那个沙河 昌平沙河 养牛吗 原来陕甘宁就是说 养牛 给中国农业做贡献 是属于红色美国人 杨和平 也在光华木材厂啊 然后他爸在那儿 后来是通过找的那个 胡耀邦的老婆 胡耀邦的妻子 夫人 就叫什么 李昭 啊 就找的胡耀邦的媳妇 那会在北京是纺织局 可能当个头啊 托他给从大连给调回北京 这样的话 结束了两地分居 也让他们呢 有有有有老妈在身边啊 就这个哥们 后来我们成很好的朋友 他呢 他老婆娶了一个 比自己年轻十岁的吧 啊 那个清华大学的 清华的北大 清华的一个研究生 老家是东北的 东北的一个那个 那个长春的啊 然后呢 这哥们是原来在一个外企工作 一个法国公司吧 然后呢 跟这女的认识了 哎 把他娶了 然后怀孕生他这个 儿子啊 就是我儿子后来的小学同学 这个首师大副小同学 结果呢 就是生的时候呢 他们这孩子大 他们这孩子生下来 好像是十斤是几斤 生不出来 后来医生说 你这不行 先回家吧 说得过几天再来 哎 就在他第一次 他带他老婆来住院的时候 他说那会儿在那个 呃 反正媳妇们在里边生 或者准备生 然后 我们在外边砍大山 一帮男的聊 他说我就特能聊 他对我印象特深刻 哈哈哈哈 所以后来哎 就遇见了 跟他儿子 哎 然后那个 后来他们小个儿俩还关于特好 哎 要遇见有人想欺负我儿子什么的 他儿子哎 还上来帮忙哎 哥俩一块打别人还还那样 现在他的儿子也到美国留学去了啊 是吧 这很有意思啊 这个天下是吧 这世界很小 然后这哥们 这哥们也认识一些名人 这哥们这认识谁 你们知道吗 认识那个张寒宇 张寒宇不是影帝吗 演那个谷子弟 集结号啊 当然演过别的啊 这张寒宇 我见过他啊 就是在 我说这哥们 他们那个小区 那个北门啊 那楼下啊 因为也住旺京 我们都是斜对门吧 他们小区 离我们小区 大概也就不超过200米啊 就我们都住旺京那一片 张寒宇 就住在 我们这哥们啊 我儿子的小学同学 他爸的隔壁 然后 前几年啊 我跟我老婆去他们家做客 他说到我们家吃点饭 我给你炖点红烧肉啊 给你炒几个菜 咱们哥俩喝点酒 来去他们家 去他们家 他说呀 还不能骂张寒宇 他说你要声音大 他能听见 就住隔壁啊 然后他还认识谁啊 认识魏克星 北京国安足球队的魏克星 魏克星我也见过一次 在宫体 那会儿他已经当教练了 我见过魏克星 板着个脸啊 这个魏克星啊 他跟他 他们好像那会儿都住在光明楼 光明楼啊 这个龙潭湖那附近 住同一栋楼上 魏克星家 就住在我这哥们 他们家楼上 有一回魏克星 他们家 你知道那种老旧楼房 老楼房 就那个什么了 就那个那个漏水了 那水就渗漏到 渗漏到他们家啊 然后人家魏克星还挺懂面的 有理有面 敲门来了 说我们家水漏了 是不是漏到你们家了 哦 他一看 从卫生间漏下来了 说哥们 多少钱 我给你啊 你你去休息 我给你钱 啊 然后不是那种 口口唆唆呀 或者那种回避矛盾 然后那个 啊 是吧 那种那种 就是矫情 找折 还真不是啊 好像后来他说不要不要不要啊 我们这哥们也挺有面 啊 生意买卖做的也不小 不要不要 后来后来好像魏克星给他们家买点东西吧 反正人家挺懂事的啊 不是那种 是吧 这个这个鸡贼啊 那个那种奸诈 吝啬 是吧 都不是那种人 好玩吧 哎 是吧 你在北京啊 你能认识这种人 是吧 你各种各样的名人 啊 足球明星 是吧 这个这个 各式各样人都能遇见 电影演员 田镇 是吧 田镇的亲叔叔 就是我的客户 是吧 野猪忘经 开一小奔驰 我认识的